哈喽大家好我是东东 今天我要给我身后的这一台MacJour来升级它的存储空间 我所选用的方案是使用内置的PCIe阵列卡 我这一次用的阵列卡是Highpoint的这一张PCIe阵列卡 其实我们在Mac上面还可以有另一个选择 就是可以使用OWC的 但是OWC的那款阵列卡是捆绑的NVME SSD的 而且它官网的介绍它的速度最高是只有6000MB 是没有这一张火箭卡速度快的 当然如果你是PC用户的话 那么你的选择就会更多一些 刚刚我说的这两张阵列卡 它们都是PCIe 3.0的 如果你是Windows用户 那么你可以选用 我比较推荐大家选用那一款技嘉刚出的一款阵列卡 它是PCIe 4.0的 而且价格更低 建议我是Mac用户 所以我的选择余地是比较小的 技嘉的那张阵列卡虽然价格非常便宜 只有这张卡的一半不到的价格 但是我不太清楚 它在Mac下能否使用 还是能正常使用 不能使用它专属的这个软件 这一点我没有敢去贸然尝试 如果大家有去尝试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 所以我为了保险旗舰 我还是选用了火箭的这一张阵列卡 因为这张阵列卡在很多国外的UP主都已经评测过了 它是可以完美的支持Mac系统的 而我选用的NVMe SSD 是我非常推荐的海康威视的C2000 Pro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NVMe SSD 它的价格非常的低 但是它的性能却不俗 读写都能达到3000以上 并且在前两天拼多多上面有一个商家推出了1299块钱的价格来秒杀这一款C2000 Pro 2TB的版本 当然最终我是没有抢到 不过很多抢到的朋友在咸鱼上面出了二手 我就是在咸鱼上面收了三张 它的价格区间大概是在1400到1500之间 整体来说真的非常的划算 好了 硬件部分给大家介绍完毕 接下来我要把这四张NVMe SSD装到这一张火箭阵列卡上面了 我们首先要把Highpoint这张卡的这个散热马甲给它拆掉 它背部一共有六个螺丝 这六个螺丝卸下来以后 它的散热马甲就掉下来了 稍微用一点点力就可以抠下它了 在这个散热马甲上面有一个非常大面积的导热胶 这个我们不要去动它 我现在这个里面已经有一张海康威视的卡了 这张卡是我之前购买的 接下来我把剩下的三张给它装进去 海康威视的包装非常的简单 它原本也是带有散热马甲和导热胶的 只不过这个我们用不上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SSD了 OK 齐活4颗2TB的NVMe SSD 已经装到了这张火箭卡上面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它的散热马甲装回去 它就可以工作了 我们只需要在Mac Pro上面 找任意一个X16的PCIe插槽把它装进去 就OK了 从大家刚刚看到的片段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 我并不是有意要在一周以后才录制剩下的部分 那是因为我在最开始录制的时候 把这张火箭阵列卡装到我的电脑上之后 要录制下半部分的时候 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 就是这一张火箭卡在装满4个NVMe之后 在我的电脑上 它专属的这个后台里面是只能认到三张的 但是奇怪的是在苹果的官方磁盘工具里面却可以认到四张 起初我还以为是SSD的问题 但是每一个SSD单独拿出来使用 却又都是正常的 这期间我无数次的把我的这个Mac Pro抬下来 开盖卸下阵列卡 然后更换硬盘 而且为此我还又购置了一张海康卫视的C2000 Pro 所以我现在一共购置了五张海康卫视的C2000 Pro 但是到最后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火箭卡型号的问题 我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了 这一张火箭卡是可以支持Mac系统的 但是我所说的这个火箭卡的型号是SSD7101A 我买的这个型号是SSD7103 这个型号要比101A要贵一些 那是因为7103这个型号可以在Windows系统下作为启动盘来使用 当时我是在美国购买的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我就索性直接买了这个7103的这个版本 但是我在买回来以后发现7103它是没有针对Mac系统的驱动的 而7101是有的 但是我尝试了7101的驱动发现是可以使用的 就是我们是可以进去它的这个后台 并且可以认到这张火箭卡的 我就以为这个是没有问题 这个驱动是可以用的 直到我发现刚刚和大家说的这个问题 那就是我把四张SSD给它塞完以后 它在它的专属后台是只可以认到三张的 这个问题整整纠结了我一个星期 所以这一个星期我并没有出视频 直到我最后感觉并不是SSD的问题 而是这张火箭卡的问题 我就询问了他们官方 但是他们官方的回复非常的慢 不过好在在他们官网 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淘宝的官方店铺的 我就去问了一下淘宝的客服 他们的客服甩给我一个所谓的最新版的驱动 但是这个驱动也是7101的 而且这个驱动也是他们挂在官网的最新驱动 所以我装上以后依旧也是没有什么改变 我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期间我尝试过使用第三方的锐的软件 就是soft锐的 那个软件也是可以识别四张 也是可以组阵列的 但是那个软件是收费的 虽然速度也不错 但是依旧还是没有这个火箭卡 他们官方提供的后台组件的这个阵列速度快 直到今天早上 他们淘宝客服又甩给我一个新的固件 他说他内部反馈了一下 我的这个问题应该安装这个固件 我看了一下固件的版本号 要比他们挂在官网的这个版本号要高一些 直到我装上这个固件之后 我的这个SSD7103火箭卡 终于可以识别四张NVME SSD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一张7103或者是7101的火箭阵列卡 在Mac上面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吧 首先我们来到火箭卡的官网 来下载它的固件 这个型号就是我的型号 SSD7103 而这个型号就是我刚刚和大家说的可以完美支持Mac的 在这个7103这个型号下 我们是没有办法找到支持Mac的驱动的 它只有支持Windows的驱动和Linux的驱动 所以我们要使用7101-A它的驱动 我们下载好这个驱动 还有它外部端的管理界面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桌面找到这样的一个图标 双击这个图标 我们就可以进入它的后台 第一次我们是需要去设置一个密码的 进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阵列卡的型号 还有它现在安装了几张卡 目前是四张是正确的 我之前和大家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在这里它只能识别三张 OK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把这个四张卡给它组成一个RAID0阵列 然后点击第一个选项就是来创建RAID 然后我们选择我们要的一个RAID阵列 这里选择RAID0 然后这里创建一个名字 然后这个不用选 这里呢我们要选择 我这里就选择512吧 然后我们勾选 然后我们勾选这四张卡 然后点击创建 OK这样呢应该就创建好了 然后我们回到磁盘工具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盘 刚才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四个盘的 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盘 然后我们给它抹掉一下 然后重新创建一个就OK了 在创建完毕之后 我们在桌面就可以找到这个盘了 它的容量是8T多一点点 OK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盘它的速度 开始 但是这个速度明显并没有达到该有的一个状态 还不如用这个softRAID来组建的RAID它的速度快 OK这个速度大家也都看到了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 但是我很清楚这张火箭卡在配合这几张NVME之后 它应有的速度是什么样的 就现在看来好像我使用第三方创建的RAID的速度 要比它使用官方的这个后台主建的RAID0的速度还要好 而让我费解的是 我朋友同样也用的是火箭卡 只不过它的型号是7101 它同样也选用的是海康威视的这几个NVME 但是它的读写速度能达到9000多和6000多 所以我感觉我最错的地方就是我选用了7103这张卡 这张卡其实和Mac并不是十分的兼容 哪怕是升级到了最新的固件 所以我这里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打算在Mac上面使用这个火箭阵列卡的话 你购买型号一定要买101 那一款是和Mac可以完美兼容的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这个新的驱动给它卸载掉 然后安装老的驱动 然后使用第三方的softRAID来组建一个RAID0 OK现在一切又回到了初十 我装回了老的驱动 所以现在在这个火箭卡的后台是只能认到三张的 我们来看一下 只能认到三张 并且它的总容量是只有6T的 所以我们就不用它后台的这个RAID工具来组建RAID了 我们使用第三方工具就是softRAID 我们打开softRAID的这个工具 然后选中我们要创建RAID的这四个NVMe SSD 右键然后先初始化它 初始化完毕之后 我们右键点击新卷来创建一个RAID 这里先给它命一个名 这里优化对象我选择数字视频 然后它会让我们去选择块大小 因为我是做视频剪辑用 所以我这里选择金量大 它最大是128KB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接下来它就会创建这个RAID0 在创建完并且已成功加载之后 我们在桌面就能看到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RAID阵列 它的容量是8.19TB 因为接下来我要进行测速 如果使用内录的话将严重的影响测速的结果 所以我现在选择外录 接下来我们打开测速软件 开始 它现在速度是写入是6000多 读取是8000多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我能接受的一个状态吧 这也是我这一张7103 在各种不完美的条件下能达到一个最完美的速度了 好了这个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 整体来说这个速度还算是能接受吧 我在折腾这么一周下来我算是明白了 这里呢我再给大家提个醒 那就是如果你打算买一张火箭的阵列卡 在你的Mac上面使用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买7101的那个型号 千万不要买7103的这个型号 虽然7103的这张卡在Mac上面安装最新的驱动 它是可以在后台认到所有的SSD的 但是呢这是牺牲了速度才能达到的 或者说它的最新的驱动应该是还没有做好相应的优化 起码没有做好速度的优化 当然这一张7103卡如果你放到PC上面 也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使用它PC的固件 使用Windows的固件就可以完美的使用 很多阵列卡是没有官方的组件锐的工具的 所以呢我们只能使用系统自己的锐的助理来创建 无论是Windows还是Mac 所以大家在购买阵列卡的时候 一定要了解一下你所购买的这个阵列卡品牌 它是否有官方的组件阵列的工具 如果有的话 它的性能一般要比用系统组件的这个锐的性能要好一些的 现在对于我来说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把7103这张卡给它出掉 然后重新买一张7101在我的Mac上面使用 要么就是按现在的这个结果 使用第三方的锐的工具 能达到一个还不错的速度 就这么凑合来使用吧 好了那么这一期视频就这样了 希望能给那些想要去买这一张火箭阵列卡的朋友有所帮助吧 切记如果你是Mac用户 一定要选择7101这个信号 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